纽约州卫生部上周证实了一例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病例,这是美国近十年来首例已知感染病例。 该患者是一名未接种疫苗的成年人,出现了包括瘫痪在内的严重症状,不得不住院治疗。 医疗机构还在寻找其他潜在病例。 纽约州卫生部称,这名男子感染的小儿麻痹症菌株被称为还原性萨宾二型病毒,这表明感染链始于接受口服小儿麻痹症疫苗的人。 口服小儿麻痹症疫苗含有一种仍能自我复制的温和病毒株,这意味着接受该疫苗的人可以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 纽约卫生官员说,美国已经不再使用小儿麻痹症疫苗,这表明感染链始于国外。 7月25日上午,一名妇女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艾菲尔德机场开火,然后被警官开枪。 达拉斯警察局局长艾迪·加西亚表示,此事件中没有其他人受伤,这名妇女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加西亚说,这位37岁的妇女于上午10点59分左右到达机场,在西南航空公司的售票员柜台附近,她去了洗手间。 穿着不同的衣服可能是连帽衫,然后拿着枪走出来并向天花板开枪。 警方不知道此人的具体目标是什么,但观察到的是,她瞄准的是天花板。 不过,有现场目击者称,身穿黑色衣服的女人大喊大叫,说她的丈夫被解雇了。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乘客们在登机口等待区域寻求庇护,另一些人被疏散。 接到枪击报告后,机场被联邦航空管理局下达了临时停飞令。 现在,加州正在用创纪录的预算盈余来帮助儿童,成为第一个承诺为在大流行中失去父母或照顾者的儿童设立信托基金的州。 这笔总额为1亿美元资金的婴儿债券将用于为来自低收入家庭,在大流行期间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儿童,以及在加州寄养系统中的儿童提供生息账户。 州议员还没有决定每个孩子将得到多少钱,但一项早期的提案提议,给年幼的孩子4000美元,年龄较大的孩子8000美元,这将足够为大约1.6万名儿童提供资金。 加州财政办公室将管理有息账户中的资金,一旦接受者成为成年人,他们就可以使用这笔钱来支付首付大学学费或买车。 在优胜美帝国家公园附近快速蔓延的一场野火于7月23日爆发,成为了加州今年最大的野火之一。 截至周六,火势已经扩大到了近12100英亩,促使6000多人紧急撤离,并导致2000多个家庭和企业断电。 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由于橡树大火的影响,马里波萨县进入紧急状态。 塞拉国家森林公园发言人丹尼尔·帕特森说,400多名消防员正在现场利用直升机、其他飞机和推土机等与大火进行搏斗。 他们正面临着艰难的条件,包括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造成的炎热天气、低湿度和干燥的植被。 目前,起火的原因正在调查中。 洛杉矶警察局7月25日表示,24日下午在圣佩德罗佩克公园的车展上或附近发生的枪击案为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两死五伤。 五名受伤的受害者中,周一早上有两人情况危急。 警方继续搜查嫌犯。 警方周日表示,虽然枪击发生在数百人聚集的展出附近,但枪击事件似乎并非发生在展出上。 这起事件始于公园棒球场附近,两人之间的争执。 枪手可能不止一名,但没有具体说明可能有多少人。 由于犯罪嫌疑人仍未归案,洛杉矶警方已在全市范围内发出了战术警报。 目前没有关于嫌疑人的信息。